再一次謝謝我們潘議長 如果真的有要去便室 外面就便室 你可以自己去上 我們這堂課 我們這堂課的題目是什麼 不知道 從戰爭史怎麼樣 看台灣的地位對不對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我先講一個自己發生的 在自己身上的小故事 做一個開場 我們女兒要參加做我們比賽 因為我都在學校做 我說話 有人聽不懂 先問一下 我講那個 那個什麼 閩南語有沒有人聽不懂 聽不懂 那我就 盡量用北京話講 用北京話也講習慣 我女兒都會去參加學校的作文比賽 我自己都有在學校當作文的小老師 就是有在當志工教小朋友作文 在一些比較小的 小的學校 在教的過程裡面 我女兒他就會想要說 他就會問說 爸爸你可不可以叫我作文 因為他也要參加 他也要參加作文比賽 要參加作文比賽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大概怎麼寫 作文有哪些方式 不要讓他瞎作文 艾依蓋又很厲害 他那次很厲害 他探聽到這次作文比賽的題目是什麼 他知道題目 所以他就 我比較想要 得獎 更想要得名 就問我怎麼寫 我就教他從頭到尾怎麼寫作文 因為題目知道了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知道題目了之後 然後他就認真的 把那一篇作文都背起來 都背起來了 結果去比賽的時候 去比賽的時候 題目一出來 完全不一樣 他叫他同學 他開玩笑 比如說他同學跟他講說 今天那個作文題目是 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結果出來說出一個交通規則 題目通通不一樣 題目通通不一樣怎麼辦 他已經背了一篇作文了怎麼辦 他就竟然把背的那篇作文 從頭到尾就給他抄上去 我說 題目跟作文內容完全不一樣 你這個叫文不對題耶 他說 臨時改他也改不起來 這是台灣的教育 我跟各位講真的 我們從小的教育 我們從小的教育 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去美國上課 去德國上課 到每一個國家去上課的時候 他們教我們是思考思考再思考 然後在台灣不是耶 填壓填壓再填壓 就跟你教得真的都傻傻 我跟我們女兒也教這樣 參加作文比賽 然後以為知道題目 我們很多人都以為我們知道答案了對不對 你如果真正的沒有去國外去看一看 你會以為你都知道中華民國告訴你的 就是真正的答案不是嗎 你們以為那都是答案了嗎 我在講一個很小很小很小 我小時候發生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 我們同學 我住在花蓮玉裡 的長樑 一個小山邊 那那裡真的是很鄉下的地方 我們隔壁長的叫做古風 古代的遺風 古風 所有的那個 我們那個長頭的那個 小朋友都會說 我們前面不要去古風 我說為什麼不能去古風 小朋友也會這樣傳 為什麼不能去古風 他說古風會賣小孩子 小孩子進到古風就會被賣掉 可能啦 可能有一個報導 然後講說某某的村莊 然後呢爸爸沒有錢 可能想要喝酒 然後把女兒賣了 可能有這樣一個報導 結果小朋友就以兒傳兒 都跟我們說 我們不能去古風 古風很快喔 說 嫁兩條路就夠了 還去那邊的時候 就會去賣掉 你感覺過去 我們就以為古風的村子 就是專門賣小孩子的村子 長大以後當然知道 那是無稽之談 那你從小 你就這樣被灌輸這樣的教育 你記不記得 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進去國小一年級 就告訴我 你不能說台語喔 你說台語齁 不小心就去幫你穿衣 你不能說火柔話喔 你不能說你的母語喔 你講母語很危險喔 第一個 先罰錢 不是吧 你講母語先罰錢 我都記得我妹妹那時候跑來找我 我那二年級的時候 我妹妹都還跑來找我 還要嗨啊 我還說台語啊 老師還要給我發錢 要怎麼辦 我們在學校不是被老師打 就回家被爸媽打 老師叫你講北京話 你幹嘛一天到晚講台語 為什麼被罰錢 你從出生 你就跟你爸媽就是講台語 你一下子要講國語 改得掉嗎 一下子要改成北京話 你改得掉嗎 等到你已經習慣講北京話的時候 你現在要了解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你改得掉嗎 改不掉嘛 所以我們要原諒 我們真的要原諒我們去外面 我們跟很多的朋友在聊 台灣民政府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接受 改不掉啦 沒有那麼快改 所以不要去批判他們 他們真的就一群 生活在水深火熱裡面 無知的 無知的台灣人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喝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 有的還受過國民黨的恩惠 還有很多的 點點滴滴國民黨 從思想開始改造 你知道毀滅一個民族 就是從他的語言 從他的文化 那我們再回去回想一下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們都叫爸爸什麼 抬獎 叫抬獎 我講錯了大家都 現在大家還在 太冷了都還沒有回復狀態嗎 叫爸爸叫什麼 抬獎 叫媽媽咧 抬獎 抬獎 那個時候我們都叫抬獎 叫抬獎 那到底是哪一國的語言 為什麼都習慣了 我爸爸也有啊 我媽媽叫Amy 然後那個鐵盧母 什麼叫我表哥什麼 每個都這樣子 阿基母 鐵盧母 什麼母這樣一大堆這樣 我都還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都有一個母 真的就阿基母阿母 鐵盧母這樣 就是我的表哥他們都這樣子 為什麼到我的時候 我就沒有了 我那時候也會問 為什麼我沒有那個 很好聽的名字 為什麼我的名字 就要叫我的 我的那個 台語的小名叫阿爺 為什麼我就要叫阿爺 為什麼他們就是 叫鐵盧母阿基母阿母這樣子 為什麼 差在哪裡 一個文化慢慢被改變了 一個語言慢慢的被改變了 所以請各位 原諒我 真的要原諒我 因為 在台北 我們要在那裡生存 要跟人家上課 要做教育訓練 你就一定要講北京話 你不講北京話 你沒有辦法生存 我如果從頭到尾 用台語跟人家上課 可能沒有人要來上我的課了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 一天兩天 從頭到尾都北京話 再跟你上課 再跟你談注意力 再跟你談意志力 可是要我從頭到尾 講我的母語 從頭到尾跟你講 一堂一個小時的課 我沒有辦法 這很悲哀 那你要說 我更早的母語 我用日語跟各位上一堂課 更糟糕 因為我只會RUA 其他都不會 可是你叫我用英語 用北京話 我可以跟各位這樣子 侃侃而談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悲哀 因為我們從以前就開始被 不斷的灌輸 不斷的強調 灌輸什麼 灌輸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強調什麼 強調北京話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這些是真的嗎 這些是對的嗎 你從來沒有去想過 所以當我去年 一月份 過年前 我爸爸 告訴我說 台灣要變天了 他聽到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講一個很好的觀念 他告訴我們台灣人有未來 然後呢 我就問我爸爸 你有沒有繳錢 因為我們最怕我們的老人家被騙 他說有 我說完了 趕快上網去查 搞不好遇到詐騙集團 真的啊 然後呢 他就說他還帶著我女兒來上課 他我爸爸帶著我女兒 然後一起來上 台灣民政府來上初級班 我那時候 真的是踢館的心情 馬上二話不說 下一期我馬上來上初級班 我覺得 我要改變我爸爸的想法 避免我爸爸繼續被騙 我只有來了解 來這裡上課 你會看到很多的教授 你會想看到對台灣歷史很熟悉的教授 坐下來在跟他們喝茶聊天的時候 你會聽到很多很多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觀念 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蛤 1600多年前 1624年的時候 荷蘭人要跟 日本人進貢 荷蘭人跑到明朝 去跟明朝的人講說 我想要在台灣做生意 我想要因為台灣的鹿皮很好 還有台灣的蔗糖 真的是很稀有的貴金屬 他把它當作貴金屬 像黃金一樣在賣 我要把它進口到歐洲 我可不可以來台灣做生意 他跑去明朝 明朝說 那不是我管的啊 那不是我的管區 你來找我進貢幹嘛 沒有用啊 那請問一下1624年的時候 誰在管台灣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1624年是日本的幕府在管著台灣 所以那時候荷蘭人 他每年禁貢3萬張鹿皮 台灣那時候的平原原野 到處都是梅花鹿 他每年可以先給日本的幕府將軍 3萬張鹿皮 剩下的 他再帶回去他的荷蘭 帶回去他的歐洲 他還很賺 在古代都有這樣禁貢的觀念 我佔領這個地方 你要在我這個地方做生意 你就要對我禁貢 所以從那個時候 1624年就可以確定 台灣那時候是誰管 我那時候聽郭文斌 郭老師在講 郭教授在講的時候 我很驚訝 我一直以為 我們都是在受滿清的統治 因為我念的歷史就是這樣 我念的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們的發源地在長江 在清康藏高原 這是我念的歷史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念的歷史是 我們被那些倭寇統治台灣 那些倭寇就很賊 又矮又小 一天到晚就用那種遊擊戰的 去欺負我們的沿海 我們的居民 我們的漁民 那時候你聽了會很憤慨 不是嗎 這些 這個小日本鬼子 一天到晚在欺負我們的 中國善良的漁民 這是我們小學老的歷史啊 我們小時候念的歷史啊 他在騙你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騙了你60年你知道嗎 他騙了你到目前為止 69年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被人家一直在騙耶 我們不是常常笑人家說 你不要這麼傻 你不要這麼笨 被人家賣了 還要幫人家數鈔票 不是嗎 那你現在不是這樣子嗎 你每年在繳稅 還幫他數鈔票 數完鈔票繳稅給他 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要不要繳稅給中華民國啊 要不要 蛤 要 對啊我們要繳稅給中華民國啊 但是 在國際法上面 我們要不要繳稅 給一個佔領國 不用 那我們要扶佔領國的兵役 也不用 所以他騙你去繳稅給他 他騙你去當他的兵 他騙你69年 他騙你69年 你還乖乖的在幫他算錢 真的啊 所以當我上完歷史課 當我了解到說 其實台灣那時候滿清統治的時候 最早 所以我要秘書長在講 或者各位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最早滿清統治整個台灣的時候 只有一條蚯蚓 我每次都講只有一條蚯蚓 為什麼 只有西半部的拓殖地 一條長長的 好像蚯蚓一樣而已 就是我們六個海口 從北到南六個海口 那我們東部的那個 中央山脈 我們東部 宜蘭花蓮台東那裡 滿清到底有沒有統治過 就是這條蚯蚓 這個是台灣 我們現在唸台灣都知道 這不是台灣 台灣的地圖是這樣 可是那時候 在滿清裡面 對所有的四萬萬中國人來講 這個叫台灣 這條叫做台灣 其他的都沒有畫出來 就像當初 我忘記那個歐洲哪一個人 好像是 不知道哪一個人 他直接跟那個教宗挑戰說 地球是圓的 那時候教宗說 船一直航海 航海到盡頭 就會掉到海裡面 就會掉到那個 萬古深淵 為什麼 因為地球是方的 所以你開那個船 開到最後會有盡頭 突然有一個人 我忘記叫什麼 潔力烈 他突然跟那個教宗 講說地球是圓的 他的老師哥白尼也講說 地球是圓的 他們在講地球是圓的時候 他們兩個 被關到監獄裡面 他們準備接受那個 最嚴酷的 要把他們用火燒死 因為他們講的異端邪說 現在 現在如果 我把那條蚯蚓放到 這個台灣的地圖上面 告訴各位 那個是台灣 你們會覺得怎樣 這個老師是不是 一樣的道理 我女兒 現在在學校 跟同學講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結果他們同學今天都把他逼這樣 真的 我說 我說 講真話很辛苦對不對 他說 爸爸我不要再講那個台灣民政府 講得好辛苦 我女兒對政治有狂熱 以前他就會問我說 爸爸你要不要投票 你要投馬英九 還是要投那個 那個 蔡英文 他從以前就這樣問我 我說 該你什麼事 我投票是我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我要投給誰 投票是我們自己的權利 但是現在知道 其實根本不用投票 等到你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明白 我跟各位挑戰是一些 各位以前 各位以前從小到大 根深蒂固的觀念 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不對 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不對 對 現在大家都 聽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 因為他講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裡面的邏輯 有很大 下一堂課 潘老師會跟各位講邏輯 你不覺得這邏輯很不通嗎 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他幹嘛要一直強調 他直接對著這個地方 剛剛那條蚯蚓說中華民國就好了 幹嘛要講他台灣 為什麼一個地方 同時這樣子 要一直跟你強調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全世界 只有我們台灣人 會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只有我們2300萬人會這樣講 因為他要不斷的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 再自我認同 成為一個國民 你要成為一個國民 你要有意願 要志願 要合法 我從這裡面開始跟各位談 要有意願 要志願 要合法 所以他一直灌輸你 讓你有自我認同 所以你有意願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你自願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但是他合不合法 不合法 為什麼 因為除了全台灣的2300萬人之外 全世界70億人口 都知道 不要說他們都知道 只要有稍微 有了解國際的概念 都知道 中華代表隊 奧運代表隊 在國際上叫做中華台北 什麼叫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 只有我們 自我認同 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各位要開始了解 你開始出去外面 你會跟人家分享 很多人 他數念的比你多 而且很會變 可能從小 像我就接受 奧瑞鋼式的辯論 國會式的辯論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打辯論比賽 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 我們每次被辯論 墮胎到底要不要合法 辯論到底安樂死要不要合法 這些大哉問的問題 我們會透過辯論 真理一定會越辯越明 所以我在跟各位講 我們剛開始跟人家談的時候 你不用用情感式的 今天我們不要談情感的台灣 今天我們也不去談政治的台灣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法理的台灣 因為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你講法理 大家會認同 所以你會跟他講說 成為一個國家的國民 要那個地區的人民 有意願 有志願 而且要合法 台灣我們有意願 我們有志願 但是不合法 為什麼不合法 到底法在哪裡 這就牽涉到我們 最近常常在聊的那個 姚家文姚先生 各位都認識姚家文 他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怎麼 已經怎樣 你沒有聽到 什麼 他說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不存在了 已經 無效 已經 沒有效力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今天 你如果跟你太太簽法律的結婚 那個契約書 而且到婦贈事務所去登記 你們已經完成所有結婚的 必備的程式 儀式 你已經是 老婆 你可以偏面說 偏面說 我這個婚姻是無效的 可以嗎 你一定要 沒有你製造 你要去 規定母子去 附贈事務所辦離婚 你至少要騙他去 說我因為有什麼 不是很多人 老公會去騙老婆去離婚 把他騙一騙 他簽了離婚協議書 這個 契約才失效 舊金山和平條約 從1952年4月28號生效到現在 生效多久 54年了 快要滿54年 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 當初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的人 去跟他在訂立無效的契約 有沒有 沒有啊 他從1952年4月28號四十幾個國家 一起簽署了舊金山和平條約之後 到目前為止都有效啊 沒有無效啊 那究竟在和平條約到底在講什麼 到底 我們在聊的 開羅宣言 波士坦宣言 這些宣言 跟和平條約 到底又有什麼差別 每一個國家在作戰的時候 我今天我是 我假設 我是太平洋地區的統帥 我是麥克阿瑟 我可以發表一個宣言 我一定要佔領菲律賓 我可以發表這個宣言 然後呢 我真的佔領菲律賓了 這個宣言真的被我承認了 被我實踐了 接下來咧 打完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有一串程序要走耶 菲律賓才能變成我的耶 我要讓人民有思考 要不要成為我麥克阿瑟的臣民 還是我的子民 還是我的國民 今天如果我是一個國家的話 我要先跟他們要有一年的猶豫期 一年到兩年 要他們思考 我到底要當菲律賓人 還是要當美國人 我要經過這個時間的思考耶 請問一下齁 那時候 在1949年 不是1949年 1945年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就進來了 他們進來之後 他們有沒有給台灣人民思考期 兩年的思考期 讓我們決定 我們繼續當日本人 還是讓我們決定 我們全部成為中國人 有沒有 重點是齁 我們可不可以有這個思考期 就像現在克里米亞一樣嘛 我們現在回到現在 現在最流行的克里米亞 請問一下 克里米亞 他的人民可不可以有思考期 他們可不可以公投 決定他們要不要成為俄羅斯人 還是決定他們要成為 這個烏克蘭人 他們有沒有這個權利 有沒有啦 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先講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今天齁 菲律賓 去講菲律賓就好了 他現在已經成為國家 在幾十年前 他還不是國家 中國的難民 大量的移入菲律賓 因為那時候齁 那個 他們看 蔣介石在台灣做的很超過 他們曾經尋求 那個美國 英國曾經尋問那個菲律賓 可不可以讓那個蔣介石他們 流亡到那個馬尼拉 菲律賓 那時候的菲律賓總統說可以 冷缸 他可以流亡兩天 來馬尼拉 兩天之後就要走了 他說這樣我 我也愛過 我只能流亡兩天 那我繼續佔領台灣好了 如果今天 中國難民齁 他大量的移入菲律賓 菲律賓人口現在本來有五千萬人 假設 結果他們移入齁 中國人什麼什麼沒有人最多 他一下移入一億兩億 好 我們現在來公投 菲律賓要不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公平嗎 他先把人刷 我們台灣一樣 兩千三百萬人 兩千三百萬人 他現在開始先移民 他不用多 移民三千萬就好了 我們來公投 我們現在來公投 我們投得贏他嗎 就像北韓 金正恩不是最近選舉嗎 對不對 然後選舉說我要成為什麼 北韓的那個統領什麼 然後開始 還是北韓的什麼議員代表 我忘記了 反正叫大家來投票 結果他怎麼樣 全票當選 沒有高票 他全票 然後有誰敢跑票 槍在你背後 你不投他馬上就被 就被一千就堆死了 所以他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的那個 那個得票率 一百張一百張都沒有跑票 搞不好有人多投一張 宣誓效忠 我們旁邊寫說我永遠 宣誓效忠金正恩多投的那一票 我們以前在 我們以前在那個念書的時候 我講真的 我們同學 我們的教授 在教三民主義 一個老啊 真的是退伍的老兵 我們那時候背三民主義 背的真的很枯燥無味 他說很簡單 學長教我們 你只要在最後寫 三民主義萬歲 然後寫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可以和平統一中國 我們反攻大陸一定會成功 你只要寫這些 標語你一定會有分數 一定60分 真的啊 那時候想 這麼好 不用背三民主義就可以拿60分 所以我們背後面全部都寫這樣子 寫一篇 那個老啊看 看得很爽 那個教授看得很爽 就一定都有60分 我們只要那時候只求過關就好 三民主義只要過關就好 背三民主義幹嘛 不知道 又不要去從政 又不會想要學政治 也沒有想到今天有一天會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跟各位講 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如果知道 就會把三民主義好好學一學 來論證 來辯證他 那很悲哀耶 他們就一直在這樣 尋求這樣對自己的自我認同 告訴他們 告訴中國人他們不是亡國奴 告訴他們自己 他們沒有流亡在台灣 台灣本來就是他們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再跟各位講 我們一個一個歷史 你書我們常常講書要讀通 我們一個一個歷史去回證 當初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有沒有被德國佔領 有沒有 好啦我告訴各位 不要讓各位想 我是怕各位睡著 所以一直要跟各位 一直在跟各位互動 我告訴各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 法國被德國佔領了 波蘭也被德國佔領了 所以他們兩個國家 都變流亡政府 都流亡到哪裡 拍謝 他們覺得那時候 離歐洲最遠就是英國 所以他們不約而同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阿倫敦有沒有政府 有英國政府 三個政府在倫敦 那怎麼辦 今天英國要選倫敦市的市長 請問一下法國流亡政府的 法國流亡的人民可以投票嗎 阿波蘭流亡政府的流亡人民 他們可以投票嗎 今天選倫敦市長 誰可以投票 英國人阿 那今天請問一下 今天如果要選台灣省長 誰可以投票 台灣人阿 為什麼中國人可以投票 所以齁 年底齁 中國人他們要選他們的什麼 什麼 七個縣市的市長 什麼 就讓中國人去投票 懂嗎 又不是我們台灣人在選舉 我們幹嘛投票 中國的流亡政府 在選中國流亡政府的官員 我們幹嘛要去投票 今天 波蘭流亡政府 在英國倫敦 要選他們的波蘭流亡政府的官員 他會叫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不會阿 那法國流亡政府 他們在選他們的流亡政府的官員 在倫敦要選了 他們會叫倫敦市民去投票嗎 也不會阿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他們要選舉 關我們什麼事阿 我們幹嘛要去投票 而且還給他們錢 他只要投一票 我們要給他30塊 政黨還要給他50塊 那我們幹嘛要去投票 所以你要開始告訴你的朋友 那個台灣人選舉 台灣人的選舉 我們台灣人再去投票 中國人的選舉 中國人投票就好了 不是嗎 我今天假設很簡單道理 今天如果法國他突然 抓心抓煩的 他說 英國倫敦是我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法國一直被德國佔領 最後被德國變成德國的一省 結果他回不去了 他心一橫 他說 倫敦是他的 會出生什麼狀況 會出現什麼狀況 戰爭 法國跟英國馬上打起來 一樣道理 今天西藏流亡政府 他在德蘭薩拉對不對 他突然跟印度講說 印度是他的 那會怎樣 印度的軍隊 馬上 就會把 把那個什麼 西藏的流亡政府 馬上趕出去 不是嗎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當初 如果 在越南 中國的流亡軍隊 他們那時候四散 中國流亡軍隊 那時候有跑到 那個泰國的金三角那邊 我有去過 那個滇北那邊 然後他跑到那邊去 他還跑到越南 他還跑到台灣 他跑到很多的地方 他到處流亡 二十萬的軍隊 流亡到越南 越南人不會害怕嗎 而且那時候 中國很習慣去佔領鄰國 他軍隊夠了 他把越南政府滅了 然後他變成自己 在越南佔地為王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當初越南面臨跟我們台灣 一模一樣的狀況 結果越南他們說 越南出了一個狗人 越南出了誰 胡志明 胡志明他想一想 中國軍隊等下把越南佔領了 那我就沒有越南了 我就不用當越南的總統了 那所以我要 聯絡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那時候主要敵人叫做 中國國民黨 所以他聯絡法國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把 中國的軍隊趕走 你要什麼我給你 我們這邊有美女 沒有啦開玩笑 你要什麼我可以給你 我可以用資源給你換 所以法國軍隊一天好 有資源 越南的黃金 越南的寶石 沒問題 馬上把中國軍隊趕跑 那中國軍隊來到台灣 他想要佔領台灣 那我們 剛好缺了一個胡志明 所以沒有把他趕跑 但是我們現在有沒有出了一個林志生 有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希望 我們可以把 馬英九趕跑 要靠各位 真的要靠各位 齊心協力 我以前 我也覺得我的日子很輕鬆 我在台北交課 然後我的收入還不錯 幹嘛要這麼冒著生命的危險 剛來的時候會覺得冒著生命的危險 幹嘛要跟人家來玩這個 萬一那個不小心就這樣被暗殺了 不小心就這樣被刺殺了 後來民主長這樣 有我擋在前面你怕什麼 可是我比他高啊 不小心被射到 開玩笑 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裡 各位有沒有去思考過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到底想要什麼 我們常常在跟朋友在聊 你會有一些理想 會有一些抱負 會有一些願望 會有一些vision 你有一些願景 你才會來到這裡 你信不信用你的下一代 你的小朋友 他們念的歷史是正確的歷史 真的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是蔣介石嗎 他是殺人魔好不好 可是你的小朋友念的歷史書 不是都說他是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嗎 他有提到他殺了多少人嗎 他有提到他怎麼殺人嗎 書上不會寫 一百年兩百年以後的歷史書會出現 這都騙不了人的 一百年兩百年以後的歷史書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真相才會還原 那真相還原 需要什麼 需要各位 一點異例去改變 你如果沒有一點異例去改變 一百年兩百年之後 那些真相不會還原 都被買到圖裡面去了 你要變考古學 去找找看有沒有考古出來 當初 這個國民黨的軍隊 他們在那個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在那地下三樓 跟那些老兵講 只要掐死一個五塊錢 那些台灣的醫院的院長 台灣的那些博士 只要稍微了解國際法的人 一個一個在警備總部的地下三樓 那些老兵只要掐死一個五塊錢 要把他放最老 我們也曾經228受念的家屬 不是一整排的人 腳上被上腳樓 被鐵釘刺穿 然後手上被綁著 這樣一個一個槍 一個一個槍壁 一個一個倒在海裡面 他剛好殺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殺到他的時候 那個槍剛好可能走火偏了 還是那個阿兵哥不想殺他 所以他跟著第五個第六個 一起跌到海裡面 他夾在中間 然後他剛好生還了 他手上都還有疤痕 告訴他國民黨 當初來台灣是怎麼殺人 然後問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殺 為什麼美國沒有反對 美國當初派著 派他們來 為什麼美國沒有反對 他們用戰爭法 因為這些 佔領地區的人民 他們圖謀 意圖 反叛 他們想要 這個 跟佔領軍抵抗 所以他們用戰爭法 因為你違背戰爭法 所以他們格殺無論 他用兩手策略 這是第一手 你如果不順從我 我就把你殺了 你如果順從我 很簡單 你來申請 中華民國身份證 你要忘記你自己是日本人 你要忘記你的爸爸媽媽講日語 你要忘記你的阿公阿嬤 他們跟日本人多麼的親密 你要完全的忘記 所以叫我們忘記 可是對我來講 現在我的記憶很深刻 從小時候記憶很深刻 尤其是我到日本之後 我更去 很難去想像 在一個日本 這麼大的地方 人口超過我們 十倍的地方 他們在馬路上 竟然沒有交通警察 他們竟然沒有異交 然後每個人都很守規矩 在過馬路你都不用擔心被車子撞 台灣呢 到處都有異交 前一陣子還有一個異交 在那邊哭訴 我這麼認真執行勤務 結果要我賠錢 一個女孩子 在台灣 有一句俗話叫做 做到老冠去做什麼 奇怪怎麼會這樣 你做越多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所以中國國民黨就告訴你說 你千萬千萬不要當那個政治人物 你不要去當外交人員 因為你會多做多錯 你搞不好會無緣無故死掉 所以你最好做什麼 第一做什麼 醫生 第二 不會變 第三 別說 我們都知道 所以告訴你當醫生就好了 去賣兵就好了 這樣你會賺很多錢 你只要認的錢就好了 所以他在幫台灣人貼標籤 台灣人 愛錢 怕死 愛做冠 這是真的嗎 像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就不會 我從小 我媽媽就說 你姓蓮 我們又是世家 所以呢 你要去從政 你又有那個颱風 所以你從小要開始 從政代表 開始要栽培我 議員立法委員 這樣 結果我打死都不去 我打死都不碰政治 因為為什麼 國民黨說碰政治會死掉 我們怕死 不是 因為我覺得那些都是謊言 一堆的謊言 然後一堆的虛偽 從小就看到 一些親戚長輩 這樣子 前面都說 沒有問題 然後呢 一走了以後就告訴他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就是 只要有方法 只要你有關係 我就沒關係 只要你沒有關係 我就有關係 這些很繞口 然後你看到他們說的 跟做的都不一樣 這是我最困擾的 我從小就覺得 我不知道到底該相信誰 為什麼 大人說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明明說不能這樣子 然後做又是一套 大人最常告訴我們 不要亂土壇 不要亂丟煙蒂 從小就告訴我們 不要亂土壇 不要亂丟煙蒂 過馬路要看車子 不要闖紅燈 結果我們看到很多大人這樣 一天到晚闖紅燈 亂土壇 亂丟煙蒂 亂丟垃圾 奇怪 為什麼他們做的跟說的不一樣 然後你做的越高 做的越大 就越誇張 不能貪污喔 然後家裡面堆滿著高高的水果禮盒 真的 那時候小時候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到一個 到一個長輩的家裡面 他在縣府做建設課的官員 真的啊 我們在他家裡面做一個下午 送禮盒的就好幾個 他也都知道 收了禮盒這樣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那禮盒裡面有紅包 我想說 怎麼那麼多水果 怎麼吃不完 為什麼水果他不分一點給我們 既然到他們家去 那麼多水果禮盒 對不對 像我們 人家如果送水果給我們 我們會說 這個拿幾個回去吃 那個拿幾個回去吃 會這樣嘛 玩爹整個就 真的很好玩 我們家 那個籬巴上面 每天一大早 每天一大早 都有一些菜啊 然後都有一些 當地的土產 然後都不知道誰送的 都用古早那個 稻子的那個 繩子什麼 這樣綁起來 一個一個綁起來 很漂亮很可愛 我最早 我都喜歡一大早 所以我現在還是很早起 到禮盒外面去看 今天有一顆冬瓜 今天還有一個不哇 都不知道誰送的 你那時候也不怕說 會不會前面人在裡面綁那個 就趕快回來煮這樣 然後還有一次更誇張 就在門口那裡 然後聽到一大早就聽到 有動物在叫 門口兩隻活雞 兩隻活的土雞 我都印象很深刻 那個兩隻活的土雞 我媽就說 大概快過年了 所以人家送土雞來 來你把他殺了 那是我生平的最大的夢夜 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那時候跟那兩隻雞 從早上奮戰到傍晚 我媽說你到底殺了沒 還沒 我看著他跟他講話 就要眼睛閉起來 我要割他的脖子 因為我媽說 從脖子一割下去放血就好了 我就要眼睛閉起來 眼睛都水汪汪瞪著我 就是不閉起來 我哪割得下去啊 我那時候九歲 叫我割兩隻活雞的脖子 所以你會發覺 在小時候 我們很熟悉的一些 講信用 然後做人的一些 人情義理 慢慢慢慢的 一點一滴被改變 一點一滴被同化 我常常在講 那時候那個 滿清時代那個康熙 他講了一句話 他的子孫 那個 苦了好幾輩子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的子孫 以後對這個漢人 因為他們是滿人 對漢人 他們四個字 永不加富 就永遠不給你加稅就對了 你現在講的稅金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可是 在那個時代他們要打仗啊 乾隆又說他要當實權老人 他要去征服四周的國家 打仗就要錢 又不能加稅 那怎麼辦 所以在清朝那時候 會有最誇張的事情出現 你犯強姦案 你犯殺人案沒有關係 都不用提頭來見 提什麼來見 提錢來見 因為他們有 異罪營 異罪喔 今天來 你犯的罪 死刑 死刑 一看上面一萬兩 你只要錯了數一萬兩 你死刑 就變那個 終身監禁 你只要再交個一萬兩 剩十年 再交個一萬兩 剩五年 你只要花五萬兩 死罪 可免 活罪打個幾下 就出獄了 所以那時候是有錢人的天下 再來呢 你生意做得好怎樣 你可以變成紅頂商人 你可以買官 罪可以買 官也可以買 所以從那個兩百多年前 三百多年前 開始就一直到現在 在中國 在台灣現在被中國那個 治理當局在治理 官可不可以用買的 可以啦 罪可不可以用買的 可以啦 你要知道門路啦 你知道門路 罪都可以用買的 官都可以用買的 因為從以前下來 老祖宗就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現在不行 只是現在法令 憲法規定在那裡 所以你要做的 不要讓人家知道 可是奇怪 為什麼每次都會爆出來 最近不是又在講說 那個我們這桃園這附近的那個 那個環保局啊 還是什麼衛生清潔隊啊 又用買官的 冷霸盤先高來 然後又買官的 為什麼 他們這樣子 既然老祖宗都可以用買罪的 用那個買官的 都可以用錢買 為什麼現在常常會這樣爆出來 為什麼 各位去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我留一些問題給各位去思考 我們現在開始不要用填鴨式的教育 1.1D一直跟各位填鴨 到最後你真的會文不對題 就像我女兒寫作文一樣 他以為那個題目是這個 然後寫出來以後 哇 老師出的題目不一樣 真的啊 他以為 他跟我講說 爸爸這次的題目 是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結果考出來 考交通規則 我說那你怎麼辦 啊 我就把爸爸教我的整篇 寫進去交通規則 哇哩哩 我說 你也太誇張了 他說我寫得很認真耶 我寫了兩千個字耶 老師考試 那個做文比賽 一個半小時 他寫兩千個字 他說 我寫完一張又跟老師要一張 你講得太精彩了 我說 你寫得再精彩也沒有用 因為題目 跟你的寫的內容 完全不一樣 這很悲哀耶 我們現在開始要套進去 很多時候你要套 你要套標準答案 你要先去了解一下 真正的台灣的歷史 所以跟各位先回顧一下 台灣 台灣 真正的 整個被佔領 整個被 整個全島被統治 是誰 各位知道嗎 日本 在什麼時候 在 整個 開始有賽德克巴萊 什麼那些 你會看到 我們用那些去思考就好了 那個時候為什麼 泰雅族 賽德克巴萊 他們會 為什麼會 你看我們的官網上面都有 最近在講那個原住民 高砂族的事情 為什麼那個時候 那個高砂族 要這麼認真的 跟日本人對抗 侵犯他們的領地 還有他們從來沒有被人家統治過 為什麼被人家統治 我高砂族本來就是高砂族 我本來就是台灣的 這個土生土長的 為什麼我們要被日本人統治 為什麼 我們從來沒有被滿清統治過 為什麼要被日本人統治 所以他們才會 他們才會 他們才會作戰保衛他們的領地啊 他們那時候跟日本 也沒有辦法溝通啊 他們不知道日本人 到底要幹什麼 日本人想要成為 讓你成為有 這個 開始成為我們的皇民 然後我們一起來了解 一起建設大台灣 他說 那時候高砂族會想 干我屁事啊 你要來佔我的土地耶 你要來剝奪我的那個身體 不存權 然後剝奪我的那些 領地的權利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去順從你 所以當然就戰啦 因為他們兩個因為不了解 開始修正 可是到後來 我告訴各位 日本人 他們最喜歡我們的高砂族 真的 在歷史書都有記載 而且他真正認同高砂族是 日本人的勇士 而且那時候日本人 他們也高砂族也非常的 當他們跟日本人了解之後 原來 日本人他是跟你講道理的 所以呢 那時候 等到二次世界大戰開打 高砂族馬上組一支 組一支育勇軍耶 然後在戰區都跟日本人稱兄道弟耶 日本人也不是把他當做殖民地的一個傭兵 像那個最近那個 那個烏克蘭的哥 那個哥薩克的寄兵一樣 他們沒有把他當傭兵耶 他把他真正當成自己人 所以他們因為不了解 然後能夠開戰 然後因為了解就在一起了 所以那時候整個 在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真正的實施全島的黃民化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在佔領台灣超過50年之後 他覺得台灣的語言 台灣的教育 台灣的生活水準 整個都已經提升了 幫我們建設下水道建設鐵路 他覺得台灣整個提升了 台灣可以成為日本的國成民了 所以在1945年的4月1號 宣布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人民擁有參戰權 台灣人民擁有參政權 台灣人民可以去日本 參加日本的政治 成為他們的議員 台灣人民可以當日本的軍人 捍衛日本的這個 我們的整個國家 這是1945年的4月1號 很不幸的 1945年的8月15號 我們就敗在兩顆原子彈 這是歷史的工業 因為不管德國人 不管日本人 不管怎麼樣侵略 當初如果日本的戰略是正確的 如果各位有看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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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我們的大和艦隊 去打日本珍珠港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是 完成目標 第二個階段改變目標 第二個階段是去把他們的油田 把他們的那個油的儲藏庫把它炸掉 他們沒有那麼快站起來 我們可能會一路的這樣贏下去 雖然人比較少 但是 訓練很精良 可能會一路的贏下去 因為我們 去攻擊他們的航空母艦 戰略錯誤 這就是生死一瞬間 所以改變了 然後呢 剛好美國 來打亞洲的時候 再打的時候 打到中途打打到硫磺島 然後一看台灣 哇台灣駐紮日本最精銳的 第10方面軍 日本關東軍駐紮在這裡 不要來打他 我們在打 我們在作戰的時候都一樣 避開他主力 兩軍作戰的時候 避開主力 先去打他的側翼 所以他直接跳倒戰術 直接跳到哪裡 跳到沖縄 所以在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實施黃靡化在台灣 也在同一天 美國佔領了琉球 美國軍隊進入琉球 美國的軍隊在3月26號 1945年的3月26號 進入琉球 1945年的4月1號 他就已經完全佔領琉球 所以武當下 你會很難去看到 像我們在做訓練 我們常常就知道 有時候有用建立在無用之上 有時候吃虧就佔便宜 那時候琉球吃虧了 吃大虧 因為他沒有自己 那個美國軍隊沒有直接來打台灣 直接跑去打那個 打日本 直接跑去打琉球 結果琉球吃虧了 他們卻占便宜了 琉球可以很快的 成立公武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成立琉球民政府 到最後再回歸到日本 他可以經過這樣 在我們以後 你們可以上網去看台灣戰爭史 台灣戰爭史 左下角有一個台灣民政府的 初級班的必修教材 那裡面有 第三百幾篇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那裡面就有提到 劉球怎麼樣成立他們的民政府 到最後成立軍事政府 再回歸到日本 那台灣呢 因為沒有打到 美國沒有打到 美國沒有恨得癢癢癢 所以對台灣他就比較沒有關係 然後那時候剛好又看到他的盟友 蔣介石很可憐 各位知道嗎 其實蔣介石他沒有 當初他不敢飛來台灣 你不要以為他在重慶打敗了 直接飛來台灣 他沒有耶 他飛到澎湖耶 我們自從在高等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 那個我們的那個官司 那個美國代審之後 我們美國開始行政 開始要協助我們 開始要協助我們 建立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參與他們的檔案資料 一看 哇 很好笑耶 當初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 他是派 孫立仁來管台灣的軍隊 他派陳怡來管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當初蔣介石根本不敢來台灣 蔣介石戰敗了 他可以選擇跟著軍隊一起到越南 可以選擇跟著軍隊一起到太北 可是呢 他覺得台灣 言語比較會通 所以他飛到澎湖 然後他看到台灣有陳怡跟孫立仁 所以他那時候 他就在澎湖那邊 他運有很多關係 找他太太 宋美玲 找他的那個駐美大使 顧 顧什麼 忘記 然後呢 他們在那邊運作 運作說他到底可不可以來台灣 他怕蔣介石怕他來台灣 然後就被當做那個 流亡政府的 被當成流亡難民 因為那時候陳怡在台灣最大 再過來管軍隊是孫立仁 他總要策動一個人 不管是行政對他效忠 還是軍隊對他效忠 他才敢來台灣 他很肯定 你知道嗎 其實你會慢慢發覺蔣介石真的很肯定 他就在澎湖那邊等很久 然後他老婆就跑到美國去運作 他老婆直接 跑到美國的白宮 然後直接就睡在白宮裡面 跟白宮的總統好好聊一聊 那白宮的總統聽完 會說 他不知道有沒有聽進去 但是他知道他真的是 犧牲很大 所以就決定幫助蔣介石 這裡面檔案 各位以後看到檔案 我沒有在跟各位講瞎話 各位以後慢慢就會知道 所以真的是自古英雄難過美人觀 這麼偉大的總統 好幾任美國總統都難過美人觀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東方女性 就是特別的覺得有神秘感 到現在很多西方的那些領袖 就喜歡東方女性 這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所以呢 孫立仁他就直接坐飛機 飛到澎湖 然後去找蔣介石 孫立仁找到蔣介石跟他講說 我們永遠效忠領袖 我們歡迎領袖來我們台灣 復刑逝世 所以呢 蔣介石就飛到台北 然後呢 孫立仁就開始過他悲慘的一生 各位都知道孫立仁的下場 他就被軟禁啦 我怎麼可以讓說 怎麼可以讓大家覺得說孫立仁是我的恩人 孫立仁是我的 真的是對我這個是功高震主啊 所以呢 你把我迎接來台灣之後 我就第一個就把你卸兵權 所以孫立仁開始被軟禁 孫立仁他大概做麼也沒想到 他宣誓效忠蔣介石 然後蔣介石卻不 卻不重用 卻不重用他 對他有如盲勢在背啊 結果 這就是蔣介石來到台灣的經過 所以他講的很多東西都是騙人的 所以大家才會那麼 因為這樣子 人家講愛烏吉烏嘛 我們因為愛護陳水扁是台灣之子 所以我們就愛護他的這個小朋友 那我們因為討厭蔣介石 就會討厭蔣介石的老闆孫中山 所以沒事才會把他的那個銅像拉下來 這是台灣人的一些痛 我們講真的 當歷史越過越久 當歷史越過越久的時候 各位就會越來越淡化 到了我這一代 我已經很難想像我的長輩遇到228 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那個 我們人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各位真的有辦法感同身受嗎 今天刀子擱在他身上 他的脖子被砍下來 你有辦法感同身受嗎 又不是你的頭被砍下來 當我聽到228的受難的家屬 當我聽到這些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 他們在跟我們聊的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 你講的我能夠感同身受 那是沒有辦法的 那是沒有辦法真正去感同身受的 他們的恐懼 就像潘信行潘老師 他說 他只要看到白色的百合花 他就會莫名的恐懼 為什麼 他爸爸是醫院的院長 他哥哥那時候才16歲 然後爸爸被國民黨騙去說要去談判 怎麼樣對台灣人最好 然後一去就沒有回來 他哥哥看到他爸爸沒有回來 想要去救他爸爸 他哥哥也沒有回來 等到他那時候他還很小 等到他看到的時候就一堆百合花 然後兩具冰冷的遺體 所以他從小看到百合花他就會怕 我們能夠感同身受嗎 我在聽故事 我在這裡常常在聽故事 我聽完故事之後 我無語啊 因為我對百合花的感覺不是這樣 從小我對百合花的感覺很好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這段時間的歷史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要懇求各位年輕人 大家真的多去了解 我們要開始站出來 我們要開始行動 如果你不動的話 等到你的下一代 他更難去理解 更難理解你的父母親 你的祖父母經歷過的事情 你從歷史上很多就會去印證 他就會變成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岸尤唱厚庭花 就會開始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是誰 你的定位就不見了 潘典華潘議長常常告訴各位 其實我們平埔族 我們是有母語的 我們的母語是什麼 希拉雅 各位有聽過希拉雅的母語嗎 連聽都沒聽過 所以我們真的要很佩服高砂族 他們還把他們母語保留下來 我們平埔族的希拉雅語 我們完全不知道 連他 我們現在都還知道RUAL 知道ABCD26個字母 知道北京話 知道台語 甚至高砂族都知道 但是 我連聽都沒有聽過 我的母語是希拉雅語 我連聽都沒有聽過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們今天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我到這裡讓各位知道 每次主席宣讀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你要很清楚知道 到底什麼是主張跟立場 我們要根據國際的法理 他給國際法理 給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現在正常嗎 到底哪裡不正常 我們都有參加國際活動 我們不是有出去參加 我們也參加奧運 對啊 我們有參加什麼WHO WHO WHO WHA 我們都有去參加 旁聽 我們的國際地位哪裡有不正常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進黨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在講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的國際地位哪裡不正常 那我們的國際地位 到底怎麼樣才是正常 請問一下各位 你朋友問你 你們在唸那個主張 說主張那個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現在有什麼不正常的 我們什麼活動也都有參加 我們也都拿著護照 全世界跑跑照啊 我們那張護照是合法的嗎 我們為什麼護照的封皮是綠色的 為什麼日本是紅色的 為什麼美國是藍色的 難道每一個國家的那個護照 的封皮的顏色是不一樣的嗎 不是 紅色的代表什麼 藍色的代表什麼 綠色代表什麼 紅色跟藍色的 不管每個人講法不一樣 反正不管他是不是有天皇 有皇后 有什麼 反正他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綠色呢 暫行條例 他暫時通行在世界 因為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一個身份認同 所以他給你綠色的 綠色代表你現在跟土地一樣 大家看不出來 你到底哪個國家 你屬於全世界的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一點都不正常 台灣現在在國外 人家認的就只有 中華民國領王政府在台北 台灣有沒有 台灣主權獨立的 台灣的自己的那個 那個民主的 整個代表台灣的政府 有沒有 現在有了 我們在美國的華盛頓DC已經掛牌了 現在台灣的有兩個合法平行的政府 一個叫台灣治理當局 中華民國 其實這個中華民國治理當局 他當初就本來只應該治理 中國人而已 我們糊裡糊塗被他們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老人 我們糊裡糊塗被他們一起治理 被他們一起治理69年 繳稅給他們 然後替他們當兵 替敵人當兵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以後都會跟 美國軍事政府 要求賠償 因為他佔領我們 都要實施佔領法 他不應該讓我們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他不應該讓我們繳中華民國的稅 請問一下 當初我們被 我們是日本台灣 我們被美國佔領了之後 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地區 我們現在在國際上稱號叫什麼 各位知道嗎 我們是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就像波多黎各一樣 因為我們是被佔領國家 所以我們是獨立關稅領域 所以在世界各國 我們只是被承認的獨立關稅領域而已 所以呢 日本天皇現在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循萬國公法 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讓台灣出去可以用台灣的 或者用日本台灣 或日本台灣邦聯 我們一個正式的名稱 全世界都同用 而不是在台灣 說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 出去外面 叫做中華台北 人家都完全搞不清楚 然後呢 我們的高砂族呢 想要去宣揚台灣 要跑到泰國 掛在泰國的下面 真的啊 我們高砂族的同胞 同心告訴我們啊 他們跑到泰國 參加世界組織 然後去宣導 他們參加聯合國大會起來 他們是代表泰國 然後開始宣導說 我告訴各位 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在中國的南方 有一個漂亮的島嶼 叫做台灣 當他一講台灣的時候 中華人民說 我跟我說 不是泰國在發言嗎 為什麼會跑到台灣去了 他們要高砂族 這樣偷偷跑到那邊去 說我是泰國的底下的一個 原住民的組織 然後到那裡去宣傳台灣 他們是這麼辛苦的在宣傳台灣 這是真的 所以呢 常常會有很多人 我現在到國外去 我跟他講說 I'm come from Taiwan 他說 喔 泰人 我說No 台灣 台灣不是 台灣不是泰人嗎 他就問我說 台灣不是泰國嗎 泰國不是台灣嗎 我說不是不是 那我怎麼印象中 台灣跟泰國一樣 台灣不是泰國的一省 我說越搞越遠 台灣已經是 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了 然後現在變成泰國的一省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一點都不正常 在人家外面以為 中華台北 以為台灣以為什麼 很多 雜亂無章的稱號 沒有一個統一的稱號 我們現在就讓台灣 真正的有一個統一的稱號 不管是台灣民政府 不管是日本台灣邦聯 這是我們要致力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讓國際承認的一個目標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台灣民政府主張第二個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總統現在已經開始談 舊金山和平條約 已經不再談什麼 八一七公報 六個公報 然後不再談那些 我們的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真正的 在被佔領地 要去實行的一個條約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 他現在都喊著正天駕響 他不是一直要求俄羅斯 請你們遵守國際法 請你們遵守國際法 結果他自己有沒有遵守 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在旺年會上面 大聲的擊呼 跟美國要求 請你們遵守國際法 對台灣實行完全的佔領 而不是委託佔領 你來這裡實行佔領 你來成立台灣民政府 讓台灣人民 有真正的自主的權利 你才是完全實施佔領法 你不是把我們的民族特性消滅掉 用外來人口不斷的移民 很快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五年十年之後 我們台灣人口進步到五千萬人 其中本土台灣人一直被弱化 可能只剩下一千萬人 我們怎麼投票都贏不了中國人 他們根本沒有權利 根本也沒有主張在台灣人 這個土地上投票 結果他們現在偷偷摸摸的 一直不斷在投票 用投票來讓他們看起來合法 所以我剛剛在講 我們剛剛在講 一個人民 他有三個條件 去轉換他的國籍 要自願 要制願 要合法 當初我們如果糊裡糊塗的 好像是被迫自願 被迫自願 但是一點都不合法 因為他不遵守究極戰和平條約 不遵守戰爭法 什麼叫戰爭法 戰爭法 有匯編 戰爭法 有根據美國 那個陸軍野戰總署的條約 那個海牙 海牙第四公約 很多的條約 合起來叫戰爭法 這些國際慣例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 日能表和平公約體系 國際紅十字會總章成有關戰爭法的部分 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這個叫戰爭法 所以從1830年之後 拿破崙戰爭之後 有兩個最重要的 國際承認的慣例出現了 各位一定要記住 你們去外面朋友在跟你聊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 第一個 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如果今天佔領就地合法 倫敦就有三個政府了 一個叫波蘭 一個叫法國 一個叫英國 不是嗎 所以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永遠都在流亡 流亡政府怎麼樣才不流亡 他回到中國大陸去 他把毛澤東幹掉 然後把習近平幹掉 然後馬英九成為中國大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 還是總書記 他就不用流亡了吧 沒有他要去 他要怎麼樣才能合法 他只有回到他的地方 去推翻他原來的政權 因為他是中國人不是嗎 他們不是都強調 他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不是炎黃子孫嗎 然後騙我們 我們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們是炎黃子孫 Bullshit 所以 這個 這叫戰爭法 你看 拿破崙那時候就規定了 如果拿破崙那時候 戰爭法他 沒有這樣的規定 佔領可以就地合法 哇 那這下美國就削海了 不是嗎 美國有沒有打敗伊拉克 所以伊拉克變成美國 第五十一周 美國有沒有打敗西班牙 西班牙那時候領地可多 西班牙那時候有關島 波多黎各 菲律賓 古巴 他一下佔領五個國家 這五個國家名字就不見了 完全被消滅 直接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二周 五十三周 五十四周五十五周 不是嗎 美國憲法有規定 美國只有五十周 沒有第五十一周 還好 他有這樣的憲法規定 沒有美國一天到晚打仗就好啦 他打贏了就是他的 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再怎麼佔領 你終究要回歸 還給日本 台灣的主權 因為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開的領土 這是我們的戰爭法 回到原來的那個 主張跟立場 再來 我們不使用暴力 我們也不會使用武力 我們用任何方法 讓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我們幹嘛要使用武力 幹嘛使用暴力 我們現在的軍隊 我們現在的武器 全部都美國管得好好的 F22台灣買了 誰在開 美國在開 阿發器台灣買了 誰在開 美國在開 熱山基地雷達建置好了 誰在用 美國在用 所以 現在還好 中華民國有替我們花錢 去建置一些軍事設備 然後讓美國可以比較就近的接管 然後我們的內湖的基地 整個亞洲 花最多錢建造的基地 誰在用 美國在用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不用使用武力 我們不用使用武力 不用使用暴力 請問一下今天台灣民政府 跟各位講 台灣民政府現在跟誰借政權 跟美國 阿美國當初怎麼請中華民國 來暫時佔領台灣 也就怎麼請中華民國走 所以美國會請中華民國離開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 的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 政府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這是真的啦 你如果越合作 他錢就拿走越快 你繳國民年金 對不對 你三四十年之後用他 他現在才不管你三四十年之後 他現在能夠拿多少捐款錢 比較快 所以我國民年金很久就沒有繳了 勞保 勞保 當然 健保要繳啦 如果 除非你有夠 那個雄厚的資本 我看醫生就是不要用健保 賣賣給你用 甘願自費 甘願自費 所以你對他的 對他推動的事務 可以不合作可以不配合 但是你要想清楚 民務長一直很強調 我們以後像日本一樣 我們以後的我們的策略 我們像瑞士一樣 我們是一個中立國 我們跟中國也好 跟美國也好 跟大家都好 我們只要 能夠從 把他們的錢從他們的口袋 移到我們的口袋 我們都會很認真的跟他們做生意 但是 但是 我們一樣守法 我們要規規矩矩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開始提升我們自己的 這個 形象 我們的操守 我們的道德 所以 罰單還是要繳 因為你自己違反交通規則 尤其是酒駕 最痛恨 真的 所以酒駕 以後民務長說 酒駕唯一死刑 你在酒駕看看 你喝酒幹嘛一定要開車 那天保時捷 撞死一個計程車司機還講得很清楚 我可以賠 他錢多 對啊 把人家撞死了一條命 我可以賠 今天又不是中國大陸 人命不值錢 那個鴻海在中國大陸開一個富士康 很可憐 他隨時要提防他員工跳樓 你不知道在中國大陸就講 他員工只要一跳樓 他全家就好了 11個員工好了全家 所以他們進去 拼死拼活 然後大學畢業 進到富士康 然後就準備跳樓 這是什麼邏輯 什麼觀念 因為他一跳下去 富士康的福利很好 他全家就可以一輩子 不愁事不愁穿 所以犧牲他一個人 造福他全家 這真的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送給各位最後 真的多思考 思考思考再思考 你想清楚了 你就不會被中華民國 一直填壓教育 我們現在思考思考再思考 我們不要填壓填壓再填壓 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